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链表有关的知识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给定一个单链表的头节点head 再给定一个数member 请把链表调整成节点值小于member的节点都放在链表的左边 值等于member的节点都放在链表的中间 值大于member的节点都放在链表的右边 这道题简单的做法实际上是把链表所有的节点都放在一个额外的数组中 然后对这个数组做类似快排划分过程的调整 那么整个过程其实和荷兰国旗问题是非常类似的 先在数组中调整完成 比member小的节点都放在它的左边 等于它都放在中间 大于它都放在右边的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再把数组中所有的节点重新联系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道题的最优简其实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空间 只需要在便利链表的过程中 把所有节点分成三个小链表 分别是值小于member的节点组成的链表 等于member的节点组成的链表 和值大于member的节点组成的链表 那么最后再把这三条链表整体的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其实考察的重点就是代码实现不出错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方法使用了额外的结构 同时调整的操作出错的几率是很低的 但是第二种方法无疑需要你更强大的代码实现能力 给定两个有序链表的头节点 打印这两个有序链表的公共部分 首先我们应该判断两个链表是否为空的情况 只要有一个为空 说明这两个链表不可能有公共部分 直接返回即可 如果两个链表都不为空 则按照下面的过程继续处理 从两个链表的头节点开始变立 如果例四的一的当前节点值 小于例四的二当前节点的值 那么就继续变立例四的一的下一个节点 如果例四的二的当前节点值 小于例四的一的当前节点值 那么就变立例四的二的下一个节点 如果两个链表的当前节点值相等 那么就打印当前的节点值 然后都向下移动 例四一和例四二有一个到空 整个过程停止 给定一个单链表的头节点hide 实现一个调整单链表的函数 使得每k个节点之间逆序 如果最后不够k个节点一组 那么就不调整最后的几个节点 例如链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k等于三这个例子 调整后为三二一六五四七八 因为k等于三所以每三个节点之间进行逆序 但是最后的七八是不够一组的 所以不调整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如果链表为空 或者链表长度为一或者k小于二 这些情况下链表都是不需要进行调整的 接下来我们介绍两个方法来调整这个链表 如果链表长度为n 那么方法一的时间复杂度可以做到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k 而方法二是我们的最优解 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 下面我们先来介绍方法一 方法一是利用站来进行处理的 简单来说就是元素依次进站 在站中凑齐了k个元素 就依次从站中弹出 因为站中弹出的顺序 是原来顺序的逆序 所以这k个元素之间就实现了逆序 然后下一组元素继续按照这个处理过程处理 这样的话整体的顺序就变成了我们要求的样子 虽然这种做法听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实际在实现上呢 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注意 比如如果最后一组元素数量不足k个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每一组元素在从站中到处的时候 其实都有链表的next指针之间重连的这么一些操作 需要做到代码实现不出错 还有就是后一组元素在逆序之后 其实需要和之前组之间进行连接 这就要求我们提前记录下之前调整的组的最后一个节点 而对于第一组而言呢 没有之前的组 当然就没有之前组的最后一个节点 所以我们要考虑第一组在处理的特殊性问题 还有就是整个功能会改变原链表的头节点 所以应该把函数设计成返回直为节点类型的函数 因为我们在调整完之后 实际上是需要返回调整之后链表的头节点的 这就要求面试者对链表问题在平时有充分的准备 才能注意到所有可能的出现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方法二的基本过程 其实方法二与方法一呢 基本过程是类似的 只是省去了占这个额外的数据结构 依然是一旦收集到KG元素 就将KG元素之间做逆序的调整 方法是记录下每一组的第一个节点 然后往下 当便利到KG节点的时候 就从第一个节点开始做逆序的调整 当然还是要把每一组逆序之后的头节点 和上一组已经调整好的尾节点相连 而且会比第一种方法 有更多在代码实现上的考虑 给定一个单链表的头节点 再给定一个整数 Value 把所有等于Value的节点全部删掉 我们把整个过程看成是一个构造链表的过程 假设之前构造的链表头是Head 尾是Tile 如果当前节点NOW它的节点值是Value 我们就直接抛弃它 否则就把这个节点接到之前的链表的末尾 接到末尾需要改变末尾的next指针 让它指向NOW节点 并且把NOW节点设置成新的尾节点 另外需要注意特殊情况 起初令Head和Tile等于空 所以第一个接上的节点 既是Head也是Tile 并且接入第一个节点的时候 Tile节点是没有next指针的 种种边界条件需要考虑周全 判断一个链表是否为回纹结构 比如链表12321 它是一个回纹结构返回处 链表1231不是一个回纹结构返回false 下面我们介绍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的时间复杂度都为b勾N 但是依次使用了更少的空间 其中前两种方法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N 但是方法二使用的额外空间只是方法一的一半 第三种方法为最优解 使用最少的空间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1 首先我们来介绍方法一 申请一个占结构 然后在便利链表的过程中 把节点依次压入占中 那我们知道此时从占顶到占底的节点顺序 就是链表中节点顺序的逆序 然后我们再次便利链表 便利的过程中呢 占也同步向外弹出节点 每一步都比对便利的节点和弹出节点的值是否一样 如果整个过程中每一步的值都能够对应上 也就是都相等 那么说明链表是回纹结构 如果任何一个位置对不上 说明不是回纹结构 方法一其实是把链表所有的节点都放入了站中 那么站的空间大小就为N 使用额外的N个空间 然后我们来看方法二 申请一个站 然后依然去便利链表 但是用看慢两个指针同时便利 快指针一次走两步 慢指针一次走一步 慢指针便利时将便利过的节点压入到站中 那么当快指针走完的时候 慢指针会来到链表中间的位置 同时从站顶到站底的顺序 其实是链表左部分的逆序 此时如果链表长度为基数 就不把中间的节点压入站中 接下来慢指针继续便利 站也开始同步弹出节点 而且对比此时当前节点和弹出节点的值是否相等 如果每一步都相等说明整个链表是回纹结构 否则就不是回纹结构 整个过程相当于是把链表左部分折过来 与链表的右半部分进行比较 那么这个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依然是B勾N 但是站中只保存了二分之N的节点数 因此比方法一省一半的额外空间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方法三 也就是我们的最优解 前面的过程与方法二一样 都是找到链表的中间位置的节点 然后把链表右半部分做逆序的调整 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 接下来从链表的两头开始 依次对比节点值是否一样 如果对比到中间的位置都一样 说明整个链表是回纹结构 否则就不是回纹结构 但是请注意 不管最终的结果是回纹结构 还是不是回纹结构 在方法三整体返回之前 我们都必须将链表右半部分 调整成原来链表的样子 然后才能返回我们最终的结果 可以看出 这个过程是不用申请任何额外数据结构的 但因此呢 也要求面试者在代码实现技巧上 更为的精细 链表的很多题目 都在考察这种尽量省空间的思路 和代码实现 希望面试者好好地练习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